好了,各位同学,大家晚上好 欢迎同学们在晚上7点钟准时来到咱们小粉笔的直播间 那今天呢,咱们来继续学习到下一关教师官的内容 那请同学们把讲义翻到第21页 咱们首先来看一下关于教师官的考勤部分 那其实整个教师官的话,包括这三个模块 分别就是新课改背景下的教师官 以及教师的职业劳动特征,还有教师的专业发展 那在这里,同学们可以看到 老师在新课程改革背景下的教师官这里标了红色 因为呢,它是咱们材料分析题的一个考点 那其他两个,像是劳动特征呢 专业发展呢,考得又少又简单 而且只考察单选题 那在这里,新课改背景下的教师官包括了两个方面 分别就是教师角色的转变 也就是说,在现代这个社会 要求我们老师能够扮演更多的不同的角色 那既然这个角色发生改变了 老师的行为也会随之发生改变 所以这两点需要同学们以材料题来进行背考 好,那同学们,唱歌那是课后节目啊 咱们首先来看到第21页 教师职业角色的转变当中看到第一点 说,从教师与学生的关系上来看 新课程呢,要求教师应该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 和发展的促进者 那同学们,在讲这个题之前 你来思考一下,咱们教师的任务应该是啥呢 教师的任务 其实说白了就是教书与人 同学们来想一下 教书就是我们说要能够去教知识 那所谓教知识 大家想想,你是一个老师 你教知识的时候你要怎么教呢 你教知识的时候你要怎么教 你应该去引导着去教 去寻寻善幼的去教 去讲方法 你不能搞一味的灌输,启发式的去教 可以很好 所以你来看到这里 要求咱们老师啊 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 就体现在老师在教知识的时候 你要能够多引导 多启发 能够寻寻善幼的去教 要很有耐心 好,这是我们说教知识的时候 引导启发寻寻善幼 同学们可以做个笔记 批注在旁边 那另外,大家来思考一下 教书,我们说完了是教知识 接下来呢,就是育人 那育人,我们育的是什么呢 主要育的是品德 主要育的是品德 那育人的时候,我们说讲品德 你就要重视学生们 他们道德的发展呢 人格的发展呢 各方各面都要注意到 所以在此请同学们跟老师记下笔记 我们发展的促进者就要求老师 在育人的时候,要注意到学生们道德呀 心理呀 情感呢 这些方面的发展 就比如说你要培养一下学生们 他们爱国主义的情感 培养他们对大自然的热爱 这样的情感 让他们有一个良好的道德 良好的心理素质 这是我们说 去发展的促进者 要做到这一点 道德,心理,情感 好了,同学们记着的时候了 我想问一下大家 声音可不可 可不可 有没有大呀 小啊 或者是卡顿呢 怎么样的 可以是吧 若觉得声音是小的话 推出重建一下就行了 好了 那咱们来看到 教知识和育人 这两个同学们都记好之后呢 来看到这条题 这咱们曾经考虑到真题 书上没有 说近一段时间呢 班上流行大操大办 过生日的风气 那么孩子过生日时候呢 家长纷纷比酷 在班会上 班主任孙老师 对这种情况进行了批评 要求大家例行节节 问你孙老师的做法 体现的是什么呢 等一等大家 哎,好了 正确答案就是 4D显像 是学生品行的引导者 老师要求大家例行节俭 是培养他们 有这么一个良好的品德 那其他几个选项 像是文化知识 这没有体现 我不知道有同学 可能是想选B选项 但大家想选D 没敢选啊 这里你不能选高尚情操 为啥呢 因为只是说你节俭 设计不到什么高尚情操啊 什么舍小家 卫大家 无私奉献 舍己为人 设计不到高尚情操 那么高的高度 另外呢 也涉及不到社会风气 它只是在班上啊 有这种大操大办的现象 还上升不到整个社会上 有这样的风气 所以你来看到 上升不到社会 只是在班上大操大办 所以你不能选择 私选项 啊 所以这要题 就是学生品行的引导者 老师在塑造 学生们讲节俭的良好行为 那么这要题 同学们 哎 来看到这儿啊 强调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 就是我们在教知识的时候 要能够去引导 寻寻善用 另外呢 在培养人的时候 也要注意到他们道德 心理情感的发展 如果说材料当中 体现了这两点 就说明老师做到了 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 和发展的促进者 那这个笔记 同学们记好之后 给老师一个数字一 咱们继续往下写 好了 这是我们强调第一点 引导者和促进者 那接下来看到第二点 说从与课程的关系上来看呢 新课程啊 要求老师应该是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 哎呀 老师 这块又开始不太说人话了 什么叫做是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呢 这个呀 体现在材料当中 主要有三方面的表现 第一个 就是要求我们老师啊 可以编一些读本 可以编一些教材 老师现在不能仅仅是一个教书匠了 你要能够去编一些读本 编一些教材 比如说曾经考过这么个例子啊 他说 某地的生物老师 根据本地的环境污染情况 编写了环境保护的读本 问你体现的是哪个者 同学们觉得是什么呀 某地的生物老师 根据本地的环境污染情况 编写了保护环境的读本 那就是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 体现的就是第二点 好 这是我们前方的第一个 那接下来 还要求我们老师啊 可以去制作一些教具 什么叫做制作教具呢 就是会发现 材料题当中会出现啊 老师去回收一些啊 旧轮胎呀 破篮球啊 一拉罐啊 等等 变废为保来制作教具 那么能体现出 他是建设者和开发者 制作教具 或者说强调第三点 就是老师能够采用 各种各样的方法 能够去丰富 优化课程 能够去丰富 优化课程 就比如说 在音乐课上 音乐老师呢 将地方的戏曲 黄霉戏 引入到课堂当中 能够去丰富和优化课程 那第一点呢 强调是老师能够去 编一些读本 编一些教材 第二点呢 就是说 老师能够制作一些教具 比如说 变废为保啊 将一些破的一拉罐啊 变成自己的教学用品 教学用具 制作教具 丰富优化课程这些 像是我们说 编一个小读本 编一个小教材 都能体现出是 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 对编写教具 好 那这三点同学们 来记好之后 给老师一个数字啊 好 那老师再请 同学说这道题有点难 老师再举个例子 同学们感觉一下 说科学教师 李强 能够结合教学内容 利用现有的资源 自制实验器材 问你体现的是 哪一个者呢 利用现有的资源 自制实验器材 哎 还是 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 那体现就是这三点 编读本 编教材 制作教具 丰富优化 课程 对咱们来看一下 这道题 说黄老师啊 经常带学生们 到学校的荷花池 观察荷叶和荷花 为学生讲解 莲藕的生长过程 并引导老师 将 并引导学生啊 将有关荷花 荷叶的知识啊 变成小册子 体现的是哪个呢 嗯 体现的就是 第四个 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 哎 你看 领他们去观察荷花 算是丰富了我的课程资源 另外呢 编成这样的小册子 编一个小读本 哎 是我们说 编册子编读本 是课程资源的开发者 四地选项 当选 好了 那咱们再往下来看到 下一点 第三点 说从教 从教学与研究的关系来 来看呢 新课程 要求教师 应该是教育教学的研究者 那这里 大家想想 以前都是谁来做研究呢 谁来搞学术 谁来做科研呢 哎 都是一些什么 科学家呀 大学教授啊 来进行去搞 但是现在不一样了 要求咱们老师啊 普通的中小学的一线老师 也是可以 也是应该去做学术研究的 那大家想想 既然要求我们是 教育教学的研究者 那需要研究一些什么呢 需要研究一些什么呢 你觉得应该研究啥 哎 研究的是 我在教育教学当中 遇到的问题 所以在此 请同学们写上八个字 就是研究问题 然后呢 学术解决 研究问题 学术解决 这能体现出 老师是教育教学的研究者 比如说老师可以去研究一下 为什么有的同学 他的注意力比较差 哎 注意力集中比较差 另外可以研究一下 哎 对于敏感的学生 应该如何教育 都是属于我在研究 教育教学中 遇到的问题 另外呢 要求你用学术的方法 来进行解决 那大家想想 哪些算是比较学术的方法呢 哪些算是比较学术的方法 哎 就像同学们所说的 写论文 另外呢 搞课题 哎 研究个课题 还有一个呢 像是学术讨论 好的 哎 还有同学说 用专专业的理论知识 可以找找专业的理论知识 研究一下我们心理学呀 教学的知识 看看心理学教学当中 是怎么解决 哎 这些我遇到的问题的 哎 学生注意力 为啥不集中啊 用理论知识来研究一下 所以这些啊 经常是在材料题当中 会出现的例子 像是写论文呢 搞课题呀 学术讨论呢 找理论知识啊 都行 好 这一点我们强调是 教育教学的研究者 研究问题 用学术的方法来解决 那么记好之后 请同学们来看一下这道题 16年上半年的 说京朗 邱老师啊 经常梳理教学工作中 遇到的问题 并运用教育学 心理学知识 分析问题的成因 寻找解决策略 问你扮演的什么角色呢 答案就是A选项 研究问题 学术解决 梳理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用心理学教育学的方法 解决它 A想当选 那在这里呢 刚才有同学问老师一个问题啊 说老师 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 怎么区分呢 不要去区分它 它俩的意思是一致的 它俩意思是一样的 所以在材料题当中 那一句话你都要写上啊 好 这是我们强调的第三点 那接下来看到第四点 第四点说 从学校与社区的关系来看啊 同学们 这一点我说一下考情啊 考得很少 所以你简单做一个了解来看就行了 说从学校与社区的关系来看呢 新课程要求教师应该是社区型的开放型教师 也就是我们要做到open 就是说我们老师啊 你不仅要在学校里面去发光发热 你还要走出去 面向社区当中的学生进行教育 也就是说走出学校 走进社区 那这一点我不知道同学们小子的时候 有没有看过一部电视剧 叫做加油儿女 这是老师童年的记忆啊 那么就在加油儿女里面 流星 他们所在的那个小区 就经常有学校的老师啊 开展一些什么 青少年的心理健康辅导啊 对吧 家庭亲子关系的讲座呀 这些都体现了老师是社区型的开放教师 所以这点咱们就了解一下就行了 这调教老师应该走出学校 走进社区 在社区当中开展教育 像什么青少年心理健康辅导 家庭亲子关系讲座 等等这些都算是啊 啊 这个社区指的就是咱们生活那个小区嘛 流星他们生活那个社区啊 就是 好 那你来看一下 咱们整个新课改背景下的教师官就讲完了 那接下来咱们来一起梳理一下 怎么去记这四句话呢 来看到总结了 那么第一点我们就学习了 现在新课程背景下呢 要求老师扮演更多的角色了 有个口诀叫做健促放言 健呢 指的是老师应该是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 促呢 强调是老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发展的促进者 广呢是说开放行教师 言呢指的是教育教学的研究者 健促放言 哎呀你就想那酸辣粉 记好之后给老师一个回应 健促放言 饿了还行 同学们今天不是困了 就是饿了啊 好来看一下 咱们一起来梳理一下 同学们现在的有没有理解到这个啊 来看到第一点啊 说如果在材料题当中体现了老师在教知识的时候能够多启发 能够多诱导 在培养人的时候注意到学生们道德的发展 心理的发展 情感的变化 这应该是哪个呢 老师在教知识的时候能够做到寻寻善诱的去教 启发诱导的去教 在培养人的时候能注意到他们道德心理的发展 体现的是引导者 和促进者 学习的引导者和发展的促进者 另外 如果在材料题当中体现了老师能够去编写一些教材呀 编写一些读本呀 什么环境保护的读本 能够变废为宝 自制一些小教计小的实验器材 能够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来丰富 优化我的课程资源 强调他是课程的 我针对这个课的建设者 和开发者 那他俩的意思呢 是一样一样的 你就给他放到一块记就好了 下一个说老师啊 能够去研究他自己在教育实践过程当中 或者是教育教学当中遇到的问题 哎 为啥有的同学注意力不集中呢 为啥这个同学老是好动呢 并且能够采取编写论文呢 这种学术的方法来解决 这是教育教学的研究者 另外 第一这一点考就很少了 说老师能够走出学校 走进社区 开展一些社区的讲座 说明我们应该是一个open的老师 是一个社区型的开放型教师 好了 你看这四点 同学们感觉怎么样 教师官难不难 教师官是不是还行 对吧 嗯 然后同学说老师 编教材跟专写论文有什么区别 编写教材是说你能够编一个小读堡 而专写论文同学们 你为啥要撰写这个论文呢 是因为你要解决你在教育教学当中遇到的问题 所以你才能够去撰写这篇论文 你主要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的 好了 体现的是我们的研究者 好 咱们来一起 这一页呢 是老师没有自己的一版本啊 同学们可以截个图案 我来倒数 三二一啊 来 五 四 三 二 一 好了 那有同学说老师第二点和第三点 我有点不太清楚 那行 我问一下 针对的是我在教育教学当中 遇到的问题的 是第二点还是第三点呢 我发现有同学不好好听讲 我发现有同学啊 比较敏感自卑 是第二点第三点呢 哎 是第三点 强调的是 我针对的是教育教学当中遇到的问题 那另外 我强调的是说 我要丰富优化我的课程 哎 我想编一个小读本 丰富我的优化我的课程是哪个 哎 是 第二个 所以这个同学们 你现在觉得有点晕晕的 没事 一会做一道题 你就明确了啊 所以你来看到这儿 你就明确一点 一旦说 发现了有一些教育教学中的问题 那肯定是研究者 你有没有研究者要研究啥呀 研究的就是 问题 教育教学中遇到的问题啊 好 那继续 我们刚才说了 老师职业角色发生了改变 那他的行为上呢 也一定产生了转变 在此 咱们来看到第一个 就是说对待师生关系上 新课程强调我们要尊重赞赏 哎呀 尊重赞赏 说的太温揍揍了 同学们 你给我换一个词呗 你给我换一个词 哎 就是要夸奖他们 多鼓励他们 多夸奖多鼓励 比如说有个同学 他爱好匹刹 你应该怎么办呢 有同学他爱好匹刹 你就要多夸他 哎 说你柔韧性真好 给他一个大大的赞 所以同学们 只要在材料题当中 体现了老师 夸奖了学生 肯定了学生的学习和进步 就说明老师做到了 尊重和赞赏学生 这一点比较简单 对吧 尊重赞赏 好让他夸他是奥运冠军 可以啊 柔韧性好 再往下来看到第二点 说对待教学上啊 新课程强调帮助 引导 那大家想想 帮助 一个人在遇到 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才需要帮助呢 一个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 才需要帮助呢 哎 遇到困难的时候 所以这个同学们 写上简单四个字呀 就是帮助困难 怎么去理解呢 哎 就比如说 学生啊 遇到一些什么过不去的坎 如果说老师能够及时的去帮助他 及时的去关怀他 那么就说明老师做到了帮助和引导 另外一个 大家想想 引导 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比如说 在教知识上 我应该怎么去引导他呢 我在教知识上 怎么去引导 哎 我要多启发他 多诱导他 我应该寻寻善诱的去教 有耐心的去教 那如果在品行上 我怎么去引导他呢 我要培养他良好的品德 培养他良好的品德 不能说简单粗暴的对待他 那同学们 你们有觉得这一点跟哪个比较像呢 帮助和引导 和咱们之前学的哪个比较像 之前刚刚学的那个 哎 是不是和引导者 和促进者那一点 有点像啊 所以说他俩的含义啊 是一样一样的 那么在擦材料题的时候 有引导者就有帮助和引导 所以咱们教师官当中 他俩啊 就像上次有同学跟我说的 他俩是一对CP 有帮助引导 就有促进者和引导者 他俩是一个意思的 好 那同学们 这两个你记好之后呢 你来看一下这道题 说上课时啊 陈老师发现 后排一名学生在偷吃零食 刚开始陈老师没有理会 但是这名学生吃了很长时间 也没有理会停下 陈老师忍无可忍 便快速的走到这名学生跟前 抢过零食扔出窗外 陈老师的做法怎么样呢 上课老偷吃零食 一开始没有答应他 但这个学生还吃 陈老师忍无可忍 把他扔出窗外了 大快人心还行 那这道题他肯定做的是不恰当的 不应该简单粗暴的处理个人问题 但是你不能选择私底选项 不应干预学生的个人行为 这个学生他上课吃零食 本身就是不对的 这涉及不到干预个人行为的问题 对吧 一起吃还行 你们太坏了 所以这块那人家学生 有这样品行上的不好表现 那你就多引导他 多诱导他 慢慢教嘛 思想当学 下课一起吃 好这是我们强调第二点 老师应该去帮助有困难的学生 并且呢在知识上 在品行上多引导学生 那接下来看到第三点 第三点就是强调 那我们和自己对待自我上 应该怎么处呢 能不能说啊 我是个老师 我觉得自其可太厉害了 不愧是我 能这样吗 真不愧是我 我这个老师当的咋这么成功呢 不能 对 新课程要求我们应该多多反思 那同学们想一下 咱们应该怎么反思呢 你想一下 我在心理上 多反省可以吗 我在心理上多反省可以吗 可以啊 对吧 我想一下我身上 有没有什么好的 有什么错的地方 好了 另外体现在材料题当中呢 经常会说啊 老师能够去撰写工作日志 写一些工作后继 今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给他记录下来 另外呢 写一些教学案例 这些都算是老师在做到反思 写工作日志啊 后继呀 撰写教学案例呀 遇到了什么独特的学生 都可以写到这里 都算是老师体现了反思 另外大家来思考一下 就比如说反思结果呢 说能不能说 我反思了之后发现 我没问题啊 哎 我咋这么好呢 能这样吗 哎 不能 我们要做到什么呀 要做到第三点 反思是为了啥呀 是为了发现自己的不足 然后呢 进行改进 这是我们说 也能体现出来 老师在不断的反思 哎 找不足 然后改进 好了 来看到这三点 给同学们几秒钟 给同学们一段时间 记一下笔记 大家记好之后 给我个数字啊 问一下同学们 今天啊 顺便问一句 还快吗 我看有同学说快 比如说在心理上反省 体现了是反思 老师能写工作日志啊 后继呀 教学案例呀 都是在体现反思 另外呢 就是老师在不断的 发现不足 改进自己啊 好 行 老师要觉得 好好好 要不然你们打一架 听谁赢了 我听谁的 不开玩笑了 大家记好 这个之后呢 咱们来做一道 曾经的真题啊 说 邱老师在工作日志中写道 在今天教研会上 我说做教研 跟写论文的方法 是一样的 居然没有得到认可 是我错了 还是大家不理解我 我得把这个问题搞清楚 杨明确老师怎么样呢 你看 他能够想到 到底是不是我有哪些不足啊 是善于进行 反思 好了 这要提A项当选 那这一页 同学们要没有什么问题的话 咱就过了 这设计到不到什么自我暗示啊 自我干事就是说 我真行 我要加油 我一定能上好这节课 这是一种自我暗示 自己给自己这种鼓励 提干中设计不到 好 那再往下来看到 第四点 强调 对待其他教育者上 新课程要做到合作 同学们来思考一下 这个其他教育者指的是谁呢 你们知道吗 这个其他教育者指的是谁呢 哎 谢谢同学们 指的就是 其他的老师 咱们的同事 以及家长 哎 这些都算是其他教育者 那咱们要和其他教育者进行合作 在材料题当中怎么体现呢 比如说同事之间的合作 同学们 如果考上教资 当上老师之后 你会发现呢 作为一个小萌新老师 咱们有个老带新这么一个活动 就是那些优秀的老教师 会带着咱们萌新的新教师 来一起学习呀 一起教你怎么讲课呀 怎么备课 所以说老带新 哎 就是这么一个 这么一个师生 这个教育者之间的合作 另外呢 体现在家长方面 就是要做到家校合作 就是家长和老师 家长和学校 一起努力 一起合作 咱们来搞定这个孩子 家校合作 所以第四点当中 就体现出来 老师如果能够和同事合作 能够和家长合作 那就做到了 哎 第四点 新课程强调的合作 啊 好了 这是我们强调第四点 同学们记好笔记之后 咱们就继续了 给老师一个回应 啊 老师和家长一起合作 搞定这个孩子啊 哎 同事 家长 合作 那好了 咱们来总结一下 教师教学行为的转变 那么在行为的转变这里呢 还是我口诀 叫做赞助和饭 赞呢 指的是尊重赞赏 就是我要多夸一夸这个学生 助呢 指的就是帮助引导 合呢 指的是要和其他教育者合作 饭呢 指的就是反思 赞助和饭 好 等同学们把这个四个字记好之后 来一起捋一下这个知识点啊 今天都是迟的对吧 好 那咱们继续往下走了啊 赞助和饭 来一起捋一下 如果说材料当中出现了这样的表述 老师能够去夸学生 鼓励学生 尊重学生 那么强调新课程做到了什么呢 夸奖他 表扬他 鼓励他 肯定他的进步 哎 那就是尊重 赞赏 另外第二个 说如果老师啊 能够帮助学生克服他那些遇到的一些困难 迈过那些过不去的坎 解决问题的时候呢 不简单粗暴 多启发他们 教知识的时候能够寻寻善用 有耐心 教品德的时候 注意朋友他们的道德呀 情感呢 哎 体现的是我们要能够去帮助 引导 帮助引导学生 另外第三点呢 说老师啊 能够去写教学后继呀 写教学日志 教学日记等等 并且想办法 发现自己的不足 然后去改进 跟自己咋处啊 那得多反思啊 多反思 另外第四个呢 强调我们和同事和家长之间 要多多合作 哎 这个合作指的是和同事啊 和家长之间 家校合作呀 同事之间的合作 好 那在此呢 还是给同学们来呈现一下 没有老师笔记的版本 同学们可以揭个图啊 来倒数 三 二 一 咱就过了 散住和饭啊 好嘞 那接下来咱们来看一下 整个你把教师官给他总结一下 同学们 所谓这个教师官呢 咱们总共背这七句话 你看他虽然有八点 但是呢 第四点呢 考的很少 你可以不去背他 就背这七句话 作为材料题的点 这也是教师官当中 唯一一个重点 那在此 老师在两个地方 标了个小信号 来看这啊 教师是学生学习的 引导者和发展的促进者 他和哪个的意思 是一样的来着 回复我相当数字 不 六是一样的 所以说一和六啊 他俩是同样的意思 所以咱们教师官当中 就天生 哎 他俩是一样的 自带了两个点啊 所以有促进者 引导者 就有帮助和引导 那么接下来 咱们就来做一道题目 来试验一下 他俩是对CP 对 还是打用同学们 能听懂的话交流 这样大家都好理解 是一对CP 马上就等了 首先 拿到一个材料题的时候 你要先看什么 你要先看 问题 哎 让你用教师官的角度来回答 你要说教师官 另外 平息平息 就要做到评价分析 好 那咱们先来一起 就像你考场上一样 回顾一下这个教师官 分别就涉及了教师职业角色的转变 以及他带来的行为上的转变 好 咱们来一起看一下吧 来看一下这道题 说刘老师师范学校毕业之后 在一所乡村小学 开展了他的教师生涯 30年来 他一直坚守在乡村教学的第一线 为了寻找孩子们观察的野花 刘老师在河岸填梗精心识别挑选 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更好的体会课文中所蕴含的情感 在家人熟睡的时候 他一个人在厨房里反复诵读课文 大学过后呢 他又会兴致勃勃的带孩子们寻找烂梅 去看望苍树的 看望松树公公 让孩子们更好的感受自然 刘老师每天坚持 黎明即起 坐在校园旁边的荷花池 背诵唐诗词词 郭墨洛普希金 Tiger等这样的中外名家诗篇 用优伟的诗篇讨冶自己的情操 他再抄古今周万的优秀诗篇厚厚几本 还如今思考的学习 心理学教育学美学 阅读许多中外名著 撰写教学日志了 并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实践 哎呀 这个老师太不容易了 来咱们一起来分析一下吧 首先第一段当中 你就想一下 见醋放盐 和赞助盒饭 有没有能体现出来 第一段当中好像啥都没有 对吧 那另外看到第二梗 为了寻找孩子们观察的野花 刘老师在河岸填梗边精心识别 这算是什么呢 这算不算是咱们课程的建设者 和开发者呀 大家想想 在咱们的建设者和开发者当中 就是说老师可以采取各种方法 来丰富优化你的课程资源 来丰富优化你的课程 那你看 给孩子们寻找野花 把野花这个资源 加入到课程当中了 能体现出来是建设者和开发者 来再往下 第二个 说让孩子们能够更好的体会 课文的情感 更好的感受自然 这是哪个呢 我们说涉及到的情感呢 道德呀 人格的培养是哪个 情感道德是不是 学生学习的促进者 和引导者呀 你看我们强调 学生学习的这种促进者 那就是说引导者 能够引导他 产生这样的良好的心理 产生热爱大自然的情感 热爱祖国的情感 能体现出来是引导者 促进者 那老师 我可以答帮助引导吗 帮助引导可以吗 哎 也是可以的 帮助引导可以 他俩是一个意思 帮助引导 好 另外再往下来看到下一遍 说撰写教学日志 并不断改进自身的教学实践 这体现的是哪个呢 撰写教学日志 改进自身的不足 这是哪个 哎 这是老师要做到多反思 你看 写教学日志了 这算不算是往我脸上 忽打呢 你看太明显了 老师要做到反思 好了 另外一个说 老师有没有研究者 大家想想研究者强调的是什么呢 强调是发现教育教学当中的问题 用学术来解决 你看到这里 涉及到他遇到什么学生不好的表现 涉及到学生的问题了吗 没有 所以没有研究者 好了 那其实咱们一共呢 找到算是有这 一二三 这四点 有这四点 所以这次啊 大家要是觉得 可能搭上别人给他往后放就行了 好了 看到这里 是的 寻找辣梅呀 观察野花呀 都算是老师在丰富优化他的课堂 嗯 然后再往下来看到开放 大家想想 开放强调我们走进哪啊 走进社区里面 所以这里面没有体现出社区的事 你不能写 来一起捋一下 捋一下啊 整个来讲 来看到这个 首先就是说 帮助学生们挑选野花 让他们能够观察这些野花呀 辣梅呀 算是丰富了他的课堂 能够采取各种各样的方法 丰富他的课堂 那么就说明老师是课程的建设者和开发者 另外一个呢 提亮同学们体会文中的情感 更好的感受自然 能够说明他们是学生学习 老师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和促进者 另外呢 能够体现出来帮助和引导 接下来就是我们所说的撰写教学日志 大家想想 撰写教学日志体现的是哪一点呢 撰写教学日志体现的就是反思 就是反思 对待自我进行一个反思 所以来看一下 咱们整个教师官就是 见错放言和赞助和饭那八点 其他的你都不要去答 有同学说老师 我不光想记这八点 我还想记点别的 尽量同学们 记这八点呢 已经挺不容易的了 给自己减点负吧 好 不需要分角色和行为来讲 你就等等打上就可以了 好了 咱们来一起看一下这个答案 是吧 小云觉得还是挺简单的 来看到这 说 首先咱们写答案的时候 还是一种总分总的形式 总的先评价一下 老师的行为是对不对 一本都是正确的 符合我们教师官 是值得我们赞赏和学习的 那接下来分着 每个分的论点 你要开始去说原因了 来看到分着怎么写呢 打咱们教师官的话 就比较轻松了 那第一步你要写什么呢 要写逻辑词 首先其次 再次 另外呢 你要写上相应的理论点 你看咱们的答案 也是选了三点来答 是学生学习的引导者 是帮助引导 老师做到了积极的反思 有理论点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做到一个结合材料 直接可以结合材料 不用去解释了 因为啥呢 因为本身咱们的教师官 每一句话就已经足够的长了 所以说你就不用解释 直接结合材料来写就行了 所以这是咱们教师官当中一个小特例啊 有逻辑 有理论点 能够结合材料 不用解释了 这样就可以了 好 最后呢 再来一个小小的总结 说综上所述 我们老师应该践行正确的教师官 树立正确的教师官 才能更好的教书与人 你写总之也可以 综上所述也可以 因此也可以 有同学说老师 总结怎么写啊 群里面也好 而且咱们的课程就是有模板啊 大家又不会写模板 你就去 不会写总结 你就去照着模板来编就行了啊 嗯 好 再回答同学们一个小问题啊 就是咱们的所有的主关题啊 都不会给满分的 就一般来讲 一道材料分析题14分 大家达到这种程度 老师说的这三点 你都能做到 就能拿一个12分左右 就是比较10 12分啊 一般都是12分 好 对 教师官当中可以不写解释啊 老师说过了 好嘞 嗯 好了 多答不扣分 咱们都是给分制 都是给分制啊 多答不扣分 好了 同学们 到这儿为止 咱们所有关于教师官的重点 难点已经全部讲完了 接下来的内容呢 考的很少 而且在咱们科目一考的很简单 并且都只考察单选题啊 来请同学们把讲义翻到第24页 来看到教师职业的劳动特征 那其实这个劳动特征啊 依然是一个科目二 你们接下来要学的科目二 教育学能力的那个知识点 在咱们科目一当中啊 考的很少很简单 而且只考单选 重点就在于这个创造性 还有这个示范性当中 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吧 首先第一个 强调教师劳动的复杂性和创造性 那什么叫做复杂性呢 说白了就是两个字 写上事多 就是老师要的老师要面临的事啊 特别的多 比如说体现在目的上很多 我们要培养得志体面劳都发展的人 而不是单方面发展 另外一个呢 就是任务上很多 要关注他的这种知识的能力啊 或者是身体健康啊 审美呀 我们要培养他各方各面的 这样的一种能力 任务上很多 再一个呢 我们要教的对象很多 大家想想 一个老师 你要教多少个学生啊 你要教三四十个学生 这是最起码的 所以说这三四十个学生 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雄法 都有自己淘气的方法 就是我们说 面对的对象 教的学生很多 好 这是我们说复杂性 就一个词 事多 另外一个呢 就是创造性 创造性这里啊 大家就写上一个字 那就是变 什么叫变呢 就是我们要变着花样去教 变着发的去教 老师要创造性的去教 就体现在因材施教了 哎 比如说 我们要真 每个孩子都不一样 我们要针对孩子的特点 变着发的去教 另外 在教学方法上 以前的话 我们都是讲授法多一点 老师讲 学生听 现在呢 我们要变着花样来教了 哎 这也可以讨论呢 也可以互动呢 也可以做游戏的去教 这是我们说教学方法改变 最后一点 就是在创造性当中 考的比较重要的 就说明我们老师啊 要有一定的教育机制 那所谓教育机制呢 就是说 遇到突发情况 要做到一个啥样 要做到随机应变 好了 同学们 你来想一下 比如说 有一天 你刚进门 要上课 走进教室的时候 突然被一个球 砸到脸上了 被一个足球 砸脸上了 有同学 在教室内突踢球 正好砸你脸上了 你怎么办 你是一个老师 你是个老师 要怎么办 哎 这球打吧 打他不行啊 那我走 哭 你踢完我哭给你看 哎 啊 则 幽默化解 挖了一声哭出来 打 那在此大家想想 比如说 此时 你就要和学生说了 说 你这个球 踢得真不错 进门了 为啥呢 因为脑门也是门 让你砸我脑袋上了 哎 进门了 但是你要继续说呀 教室是学习的场所 如果你再这么踢球的话 我就把你红牌拿下 你看这样一说 既表达了 对他踢足球 这样的一个肯定 夸他踢得不错 而且呢 还说 你不能在教室里踢足球 红牌拿下 好了 这时候我们就是教育机制 强调老师啊 遇到突发情况 随机应变 更多的呢 就像老师刚才这样 考例子 考例子 另外 再往下来看到第二点 就是说 教师劳动的连续性和广延性 在这里 同学们要记住一下 连续性 说的是什么上的连续呢 说的是 时间上的连续 时间上的连续 是说我们老师啊 工作的时间长 老师没有一个明显的上下班时间 就包括咱们在座的两两千多名同学 当你将来走到教室岗位上 你会发现 你哪怕下了班 回家之后 你也在深夜的备课 深夜的批卷子 深夜的改作业 所以说这个长期性 强调的是老师工作的时间长 另外呢 间接性 间接性 另外就是广延性啊 来 清个评啊 连续性 强调是我们工作的时间长 再一个就是广延性 强调是我们在空间上 的一个广延 啥意思呢 就是说这个老师啊 你不仅要在学校内进行教育 你还要怎么办呢 还要 家访 所以咱们空间上就体现出来 老师要能够去进行家访 好 这是我们说连续性 体现在时间上的连续 老师没有明显的上下班时间 另外广延上 体现在空间上比较广 不仅在学校内 你还要去进行家访 接下来看到长期性 这块是你们在科猫二的时候 会弄混的一点 老师先跟你说一下 长期性强调是什么呢 强调的是育人的周期长 强调是培养一个人周期长 我们常说的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 就说明要培养一个人才 要花费很长的时间 这是我们说教师劳动的长期性 强调育人的周期长 培养人才的时间很长 另外一点呢 强调的是间接性 什么叫间接性啊 我写上面了 说老师啊 不直接 创造财富 不直接创造财富 那先想一想 啥叫直接创造财富呢 比如说手机工厂 他生产了十个手机 拿出去直接卖了 这叫做直接创造财富 那你能够说 老师教了十个学生 直接把十个学生 拿出去卖了吗 那不行啊 这不是老师的工作 不是老师的工种 对吧 所以说老师啊 是怎么办呢 他是通过培养学生 通过培养学生呢 让学生走到社会当中 去创造财富 所以说体现的是 不直接创造财富 让学 培养学生 让学生走到社会当中 来创造财富啊 好了 这是我们说间接性 说的是老师啊 是不直接创造财富的 另外第四点 说教师劳动的主体性 和示范性 他俩一个意思 你就直接看示范性 就可以了 那所谓示范性 就强调我们老师 要做到以身作则 什么叫做以身作则呢 就是说老师怎么做 学生会去模仿 比如说 你们如果想让学生 不说脏话 那咱们自己 应该怎么办呢 想让学生不说脏话 咱们自己 就不能说脏话 咱们自己要讲文明 就要做到示范 做出以身作则 好 这是我们强调第四点 要以身作则 那另外看到第五点 说教师劳动方式的个体性 和劳动成果的群体性 再来思考一下 你在讲课的时候 是一个人去讲 还是一群老师去讲 是你一个人去讲 还一群老师去讲 哎 这里啊 个体性 是说我们一个人讲课 一个人讲课 另外 劳动成果的群体性 比如说 把这个孩子培养成才了 是某个老师的功劳 还是全体学科老师的功劳呢 哎 要知道 把学生培养成才了 是咱们全体学科老师的功劳啊 是一群人的成果 是一群人的成果 这是我们说 个体性和群体性 好了 到这里 同学们 你把笔记都记好之后 等等同学们 给我个数字 咱们来看一下 屡屡这的考点啊 主体性 它和示范性的意思是一样的 你就直接理解为示范进去 行了 主体性不用看啊 好 老师轻个评啊 好 在这里跟大家讲讲 主要就是单选题 考例子 那我来说 你来直接告诉我数字就行了 检验一下同学们 我说 老师想让同学们 学会好好排队 那他自己就不能插队 体现的是哪个点呢 想让学生们好好排队 自己就不能插队 哎 提前是第四点 示范性 那接下来同学们再思考一下 强调老师每天深夜都在工作 工作的时间长是哪一点 是连续性还是长期性 再强化一下记忆 这你要注意到 看一下你的笔记啊 连续性是说老师工作的时间长 没有一个明显的上下巴时间都在工作 工作时间长 而长期性呢 是说我们培养人呢 育人的周期长 所以这一点在咱们科目一 综合素质这节课上 不会考到这两点 是你们要学的科目二当中会涉及到 老师先给大家先提一嘴啊 来捋一下 这一页的重点考点 就是一个教育机制 就是一个示范性 你掌握这两点 科一就能拿分 就能得分啊 好 那咱们来看一下一道题 来练一练啊 对 考这就是送分 来看一下这道题 你慢慢看啊 说张老师在用天平称一只粉笔时 没有拆下天平托盘下的胶垫 第一次称重为100克 第二次为80克 学生问道说 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 那对 对此张老师恰当的做法是哪个呢 这道题 你看张老师就得随机应变 有这样的教育机制吧 让学生自己寻找产生问题的原因 你咱们来看一下其他选项 告诉学生不必在意 同学们你要知道 这是老师他自己操作失误 他自己做错了 他没有拆下焦点 他应该拆的 那你告诉学生不在意的是不对的 那明显没成对吗 第一次100第二次80 第三点 你甩锅给天平还行 明明是自己错了 告诉天平的误差 这不对 另外第四点 不与理睬继续上课 也是不对的 所以要有这样的教育机制 好 那咱们再往下继续 天平不背锅 天平说我做错了什么 好 来看到第三点 说教师专业的发展 来看到第一个 什么叫做教师专业发展 来看到他的内涵 简单了解 不要记任何东西 那所谓教师专业发展内涵 就是说你从一个小萌新 变成一个大佬 从一个新人变成一个专家 这叫做教师专业的发展 好 那这一页咱就过了 没有考点 不需要掌握上 接下来看到第二个 就是说我们从萌新变成大佬 这个过程 有哪些阶段呢 第二个 教师专业发展的阶段 以例子的形式 考察同学们单选题 会经历这三个阶段 你需要给例子对应到 是哪个阶段里面的 比如说第一个 第一个阶段叫做关注生存 那此时他关注的是什么呢 写上四个字 关注的是人际关系 你想一个新老师 他来到学校当中 他会开始想发想了 就说哎呀 学生们怎么看我呀 同事怎么看我呀 家长喜不喜欢我 我的领导是怎么看我 喜不喜欢我的 特别关注这些人际上的关系 只有把这些人际上的关系搞定了 才可能在这个学校生存下去 好 这是我们强调第一个阶段 说的是关注生存阶段 关注的是人际关系 那等到这个老师一点一点的成长起来呢 就来到了关注情境阶段 那此时老师关注的是啥呢 关注的是学生学习的成绩 怎么样才能让我班的成绩提升上来呢 我的备课时间够不够 能不能让学生的成绩得到发展呢 哎 关注的是学生学习的成绩 如何才能教好一堂课 让他们的成绩上升呢 关注的是成绩 等到这个老师啊 再成熟一点 再发展一点 就来到了关注学生阶段 那么在这个阶段的老师呢 就能够真正的意识到 学生和学生之间是不同的 老师能够做到啥呀 意识到学生和学生之间不同了 能做到因才是教 做到因才是教 那么就说明老师来到了关注学生阶段 好了 来看一下 一二三 我来说 你来回应我相应的关键词 如果在材料题当中 不如果在选择题当中 这指考选择 体现的是关注人际 哎 关注的是领导喜不喜欢我呀 老师怎么 其他老师怎么看我呀 是哪个 是关注人际 另外我说 老师能够意识到 学生和学生之间是不一样的 能够因才是教了 你看老师坏吧 哎 我就不往下说 我直接说到第三个 第一是到学生和学生之间不一样 因才师教是第三个 关注学生 另外 老师在想着 怎么样才能把我班的成绩提上来 还是关注情境 好了 来做一下这道题 来感受一下吧 提到曾经的真题啊 他说 李老师为了赢得学生的喜爱 把大量的时间花在如何与学生搞好关系上 那么他着重关注的是哪个阶段呢 哎 关注的是生存阶段 关注的是人际关系 而关注情境阶段强调是我们关注的啥呀 关注的是学生的成绩啊 关注的学生成绩 好 这是我们强调第二个 我们要所要经历的这几个阶段 那接下来我们要发展什么样的内容呢 第三个小支点 就涉及到教师专业发展的内容了 这里啊 依然是考单选题 给你个描述 咱们能知道他考的是哪方面的素养就行了 这块特别简单 同学们 你不听都会 比如说 老师要有一定的道德素养 你觉得我们对待工作应该怎么样 你别看书 你就想 对待工作我们应该怎么样 要认真负责 对吧 这是我们一种道德素养吗 对待职业的道德素养 另外 对待同事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你和你的其他老师 你的同事 得和睦相处 对吧 得合作 对学生呢 你怎么办呢 你怎么对学生 你得爱他们 关心他们 帮助他们 这就是道德素养 那再往下 有个稍微需要同学们注意一点的地方呢 就涉及到了知识素养这儿 来看一下 教师的知识素养呢 包括这四个方面 考试的时候可能会单独考察是你 考察考察你是哪方面的素养 比如说第一个 学科专业知识 这是啥呢 就是说我们要有这方面的学科知识 你身为一个语文老师 你就要有语文学科的知识 对吧 你身为一个音乐老师 你就要有这样的乐理方面的知识 音乐方面的知识 就是学科上的知识 你是啥老师 你就要有啥方面的知识 另外 教育科学知识 这个你着重去记一下 这个教育科学呢 指的是我们教育学 心理学方面的知识 就是大家科猫儿所要学的内容 教育学心理学方面的知识 就是教育科学知识 再往下 叫做科学文化知识 同学们 啥叫科学文化知识 就是说你得 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就是你要有这样的文化素养 文化积累 对 文化素养 文化积累 最后一点呢 强调 实践性知识 就说啊 咱们要有一定的教育教学实践 要有一定的教育教学的实践经历 比如说我上过课之后 我就积累了我这些经验 或者说我批改完一些作业呀 做一些教研呢 有这样一些实践的经历 这就是我们说这四种知识了 好 这是我们说老师的知识素养 那在这里 我来说 你来告诉我 一二三四是哪个 我说老师啊 应该掌握一些教育学 心理学方面的知识 是哪个呢 哎 是 第二个 我再说 身为一个数学老师 你是要有深厚的数学方面的知识 哎 是 第一个 学科知识 学科上的专业知识 另外我说 身为一个老师啊 你得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你得懂一些常识性的这种知识 是第三个 科学文化知识 另外我说 你要积累一些自己实践的经验 哎 我上过几节课呀 哎 做过什么样的教研呢 有这样的教育教学实践 是第四个 实践性知识 好了 那我们说这是知识素养 最难的就讲完了 接下来看一下能力素养 同学们 你不要看书 你觉得老师需要有哪些方面的能力 你觉得老师有哪些方面的能力 但有语言表达能力吧 这嘴在天天叭叭叭叭 一直说语言表达能力 还有这样的组织能力 对吧 这块当然同学们不用去记这些笔记啊 这块不用记啊 哎 还有这样的管理能力 哎 一个班五六十名学生 我得给他管理起来 随即应变的能力 干饭的能力还行 咋饿了啊 组织能力 自我调节 哎 这些都算是一种能力上的素养啊 像是语言上啊 组织上啊 管理上啊 又是老师的能力素养 另外看到最后一个心理素养 心理素养就要求我们老师啊 改是情绪稳定的 情绪上稳定 而且呢 有一定的抗压能力 情绪稳定 有一定的抗压能力 就比如说同学们 如果我是校长 我刚刚批评完大家 你们是老师 那接下来你们要上课了 该怎么办呢 校长刚批评完这个老师 老师马上就要上课了 哎 你不能在课上哭啊 你要面带着微笑 继续热情饱满的 拿出你最大的热情 抗住这个压力 有这样的良好的情绪 继续上课 哎 调整自己的心态 调整自己的心理状态 这是我们说心理素养啊 哭着上课可不行啊 好了 在此咱们来看一道单选题啊 考的很少 这么多年呢 考过就这么一次啊 他说 郑老师啊 在指导新老师说 了解小学生 身心发展规律 学习心理等等 对做好教教学工作极为重要 那说明教师不可忽视的是什么呢 小学生 学生心理发展规律 身心发展规律 学生学习心理 这个啊 是第四个 教育科学知识 因为你知道什么吗 这个身心发展规律 学生们的学习心理 都属于咱们教育学 心理学方面的知识 都属于教育学 心理学方面的知识 所以它是一种 教育科学知识 这要提四地选项 当选 是的 孩子们的身心发展规律啊 孩子们学习的心理呀 都属于教育学 心理学知识啊 好 那接下来咱们再往下来看到 第四个 咱们马上休息啊 教师专业发展的途径啊 那在途径这里呢 仅考察同学们 单选题 哎 考例子 能够对应就行 那首先来看到第一个 观摩和分析 优秀教师的教学活动 大家想想 如果你是个新老师 你想怎么去提升自己呢 你想怎么去提升自己 哎 我就天天别人的课呗 也就是看别人 看看那些有老老师是怎么讲的 哎 也就是观摩和分析优秀教师的教学活动 另外一点呢 强调一个开展威格教学 什么叫做威格教学呢 这里这个威呀 就是小的意思 那所谓威格教学 就是我找少数学生 哎 就找少数几个学生 另外呢 强调在短时间内 大概是五到二十分钟左右 开展一个小型的课堂 哎 就讲一个小的点 另外呢 录一个小视频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个威格教学 录这个小视频是干嘛的呢 就是来看看自己呀 我在这个视频当中的表现 同学们 你当然发现 你刚开始上课的时候 看视频里的自己 有各种各样奇怪的动作 有的老师喜欢讲课的时候抠手 有的老师呢 喜欢挠后脑勺 还有老师呢 喜欢讲课的时候插腰 哎 就干啥的都有 这就是一种威格教学 哎 就有同学说的 录个Vlog 哎 就这个意思 找少数学生 在短时间内 录一个小型课堂 然后呢 自己看 所以这一点呢 就强调 看自己 看看自己 是怎么表现的 威格教学 那在这儿 很可能会考察同学们 什么叫威格教学 出现这么种描述 你要能够对应上 少数学生 短时间 录一个小型课堂 那就是威格教学了 对 录个小视频啊 另外一点 就是进行专门训练 也就是说 你哪里不好 练哪里 多训练呗 比如说 我仪态不好 我就练仪态 我语言表达能力不好 我就练语言表达能力 哪里不好 练哪里 然后最后呢 就是我要 多反思 多反思 所以整个这发展的途径呢 就是 看别人 看自己 多训练 多反思 单选题 给你个描述 你能把这个例子 对应上就合了 好 咱们同学们 记好这些笔记后 给我一个数字 好 好嘞 那咱们继续来看到 你们的拓展延伸 其实这个拓展延伸呢 本来是不应该给大家讲的 但是我想多给大家讲一点 你们多听一点 就下去不用自己看了 放到拓展延伸的内容呢 都相对来讲比较简单 而且呢 考的频率很低很低 但是我还是想给大家讲讲啊 想给大家讲讲 也就是说 我们除了有以上那四种方法之外 还有其他的方法 可以来增加 可以来这个提升我们的教学水平 那分别就是专家引领 就是说找个专家 来带着我们学 比如说找个成熟的老师啊 找个科研人员呢 找个大学老师啊 带着我们这些老师进行学习 专家引领 再一个呢 同伴互助 大家想想这个同伴指的是啥呢 指的就是老师和老师之间 师师之间互相帮助 互相听一听彼此的课呀 互相提提建议呀 同伴互助 那第三点呢 叫做行动研究 同学们 你瞅一点你讲义上 行动研究那几句话 写的特别不像人话 但其实它很简单 就是一个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的过程 行动研究就是发现问题 解决问题 啥意思呢 就是我们老师 比如说 发现了一些教学中的问题 像是上课的时候 学生老六号老走神 发现了这个问题 那发现了问题之后 下一步应该干嘛呀 下一步应该干嘛 应该去想办法解决问题 解决问题 好 比如说 我采取多互动的方法 我采取做游戏的方法 想办法解决这个问题 让它能够去 不那么走神 那如果发现 我这个方法有用 你下一步干嘛呢 你觉得这个方法好用 你就要推广出去 我下次遇到类似的问题 我还用这个推广 所以整个行动研究呢 就是这个意思 大家觉得 是不是特别的好理解 就是咱们平常的一个思维呀 发现一个什么问题 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 然后发现了 这个办法好用 我就给它推广 推广出来 就这个行动研究 所以你看书上 写的那么文统统的 其实就是这个意思 另外最后一个 强调一个叫做校本研修 什么叫做校本研修呢 校本校本 就是说我要以一个学校 为单位 以校为本嘛 就强调在这个学校内部 老师们之间 可以找个专家去领着他们 可以找老师之间进行合作 哎 强调的是以一个学校为单位 找专家引领也好 师生之间合作也好 这叫做校本研修 校本研修 好 咱们来做一道题 感觉一下 这道题说要没有 说孙老师针对课堂气氛沉闷 学生表现不积极的现象 认真分析 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与方法 并在后面教学中予以实施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这是啥呢 这道题正确答案就是A选项 你看 是不是发现了一个问题呀 学生表现不积极 有吧 另外呢 解决问题 有吧 找到他这个方法和途径 再一个呢 去实施了 进行推广了 就是行动研究 这道题就是A项当学 好 那其他的来看一下 同伴互助 说的是谁和谁之间互相帮助啊 说的是老师和老师之间互相帮助 同事和同事之间互相帮助 威格教学 想想威格教学的含义 强调我们要在找少数的学生 短时间内 录个舞log 录个小视频 主要是看自己 表现的怎么样 对了 好 做完两道题 咱就下课 我现在啊 特别想像那种 为小孩吃苦药 再吃一口 再吃一口 再做一道题 再做一道题 就做完了 就下课了 来 这道题有点难啊 说 学校安排优秀教师刘老师 和新入职的邓老师师徒结顿 这个优秀的刘老师啊 成熟老师 悉心的指导 邓老师呢 也总是主动的向刘老师请教 经常观摩这个优秀老师上课 并在教学设计 教学方法 甚至在教学的语言上 都尽量的模仿刘老师 但是校学效果并不佳 原因是啥呢 你看 一直都在模仿别人 从未有过创新 所以照题 邓老师缺乏自我反思 一直都是在模仿 对 要有自己的特点才行 要融会到自己的课堂当中 看看自己的学生是什么样的 其他选项 邓老师没有得到专业引领 有专业引领啊 有这个成熟的刘老师带着他呀 B项错误 C项 刘老师有所保留 人家刘老师都悉心指导了 C项不能选 那D选项呢 刘老师示范性不强 题杆中没有体现 所以照题 A项正确 再往下看到第二题 说张老师经常采取一些 有效的方法 进行教学反思 那么下列不属于教学反思的是哪个呢 哎 这要题 同学们 很好啊 18年上半年这要题 B选项 我们说编制课程标准呢 这不属于老师的反思 这是谁的活呢 这是教育部的活 教育部会编写课程标准 是咱们国家统一要求 统一编写的 比如说一年级 你要掌握多少个生字 二年级 你的算数要达到什么样的水平 所以这是教育部的内容 那像其他的 写后记呀 写案例呀 写日志呀 都算是咱们的教学反思的一部分 好 这是我们说这道题 那接下来 休息了 休息了 不用再吃药了 现在是20点13 咱们20点23的时候回来啊 放两首 老师那个年代听的歌曲 哎呀 现在呀 好多的歌呀 我都 都不知道从哪听来的 听的还是十年前那些歌 放两首 我那个年代的歌 不知道同学们有没有听过啊 你 讽刘 作词 作曲 曲 李宗盛 刘 林丰 作曲 李宗盛 柳白月下的那几夜 都怪没有地方多余 才会低头 抓紧了你的怀里 跌进你深深的眼里 都怪梦境太多迷离 都怪你声音太清晰 总是听见用试耳边的耳朵 忘不了你温柔的气 那天的眼泪 不见你的那天气 我的心中不再属于我自己 不怕像天下地 都看见你身边如意随心 随意随意 在不透这些什么道理 都会想你 想到天天有暗地 难道这就是他们说的爱情 都怪梦境太过迷离 都怪你声音太清晰 总是听见用试耳边的耳朵 忘不了你温柔的气 忘不了你温柔的气 在你温柔的 在你温柔的 在你温柔的气 那天气 我的心中不再属于我自己 不怕像天下地 都看见你 想念如意随心如随 在你温柔的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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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会想你 想到天天有暗地 能调整就是他们说的爱情 你悄悄闯进心底 自从遇见你的那天气 我的心就没在失与我自己 像天下雨都看见你 像天如意随喜一随 爱不斗的是什么道理 都会想你 想到痕迹不安定 难道这就是他们说的爱情 一脚脚闯进心底 一脚脚闯进心底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第一天我曾在 第一次有故事惨怪 站在地上的角外 因为你而言 真实感 第一天我曾在 第一次有故事惨怪 爱是天空的梦幻 第一天的空间坐在 那总是永远那么灿烂 你很高笑 你很奇怪 你在找到很晚 在那个时候你也突然为我的心情变得很勇敢 因为所以爱爱很不单纯 你对我看还不太乱 我好像不应该 你想的有点麻烦 怕也是我发现 露出不觉 不见到你不是很勇敢 第一天眼神里 好像也期待 期待 无量的未来 第一天我曾在 第一次故事惨怪 站在地上的角外 因为你而言 真实感 第一天我曾在 我曾在 第一次有故事惨怪 爱是天空的梦幻 第一天的情侦测台 那总是永远那么灿烂 我曾在的海 爱上的海 爱上的海上 更大那端 不断暖 无断暖 我曾在 第一次有故事惨怪 我曾在 第一次有故事惨怪 未来未来 零尽生的想法 对一天我曾在 第一次有故事惨怪 爱是天空的梦幻 死云 爱是天空的梦幻 天空的梦幻 天空的梦幻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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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咱们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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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咱们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我们要 某学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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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四地选手 爱国 三爱两人 认认真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教书 进步 需要需要记得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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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 来不少 不是应该 那另外 说 中文字幕志愿者 什么是正常 它是一种 咱们 你会发现 接下来 好 这是我们 我给你发示 整理的 行行行 上诶 留下 尊重 大家 要用什么 那还是那 行行行行行行行 你说这班 19年 再往下 选顶 出现了一次 同样的桌 你到底有没有 有帮助 对学生 是会考察 爱好 好 这是我们说 编制作 这种小诶 圆的 老师 来看看 野花 我可以做 另外 强谈 是哪个 这是我们说 关注 教学 这些 学生 另外再往下来看 体现在老师在教知识的时候 能够因才施教 遇品德的时候 能够注意到他们品德创新 全面发展不为分数论 爱说的是教书 遇人 教书遇人 接下来就是三个对了 对自己 我要做到以身作则 我要给学生做出表率 对他人呢 对待同事和家长各种尊重 各种团结 另外对金钱 我们要say no 好 这是我们说为人师表 那另外一个 我说老师要不断的坚持学习 提高自己的义务水平 就是终身 学习 整个来总结一下 这个口诀就是 三爱两人 一以终身 三爱两人一终身 好了 那咱们这节课 也是幸福的结束了 接下来给同学们来 看一眼 没有咱们笔记的一个版本 留下明天的作业 同学们 问一下大家觉得 今天这两节课 教师官呢 职业道德难不难 我顺便写一下作业啊 还好是吧 梳理思维导图 就是老师这两张图 你给他梳理一下 另外一个呢 大家可以预计一下 明天的内容 明天咱们学法律法规啊 法律法规跟你讲 特别简单 只考察单选题 这块没有什么材料提考点了 法律法规只考察单选题 同学们看到教育法就可以了 看到教育法 教育法 好好好 法律枯燥 快递好慢啊 对行为规范 只考察单选题啊 咱们只有单选题 别的没有啊 瑞瑞我看到了 你说学生官 其实学生官还挺好的啊 傅鲁一同学 那块考的很少 你想看就看 不想看拉倒 那个班主任 那个傅鲁一 大家想看就看 不想看拉倒 嗯好了 建设者同学们 再回答一下 建设者 同学们想截图 可以截图 建设者和开发者 是一个意思啊 一个意思 他俩 好了 大家的问题 老师都都都 明天法律法规 都会涉及到啊 今天就下课了 最讨厌教育官啊 来 三 二 一 截图 另外 这一页 我清个屏 大家去填一填啊 三 二 一 截图 好 咱们的讲义 会有一些改版 所以同学们 就来到咱们的讲义来 唱歌 来唱一首 就唱一句话 这每节课都唱歌 这这这这 来助教老师 发一下 咱们怎么进班级群啊 还想听我唱歌 我这小百零鸟当的可不容易啊 唱一首什么呢 怎么办 感觉天又散 偷偷爱你 快乐又孤单 怎么办 爱却不能讲 你真讨厌 不赖帮我的忙 怎么可以这样 笑容大白太阳 甚至比我还要更好看 虽然无力抵挡 但是无可抵抗 共有一天还你 为我疯狂 为我疯狂 好了 谢谢同学们 我说 我这是很认真的在唱 好了 同学们今天就到这了 记得截个图 然后呢 复习一下咱们今天做的笔记 大家觉得可能有一些点比较抽象 但是呢 考的过程当中 就是考那些笔记上的一些原点的关键词对应 没大家想那么难 好了 作业就是梳理一下思维导图 预习一下明天的法律法规 预习到教育法 预习到教育法 好了好了 拜拜怎么办 拜拜 拜拜 好嘞好嘞 再见啊 同学们辛苦了 辛苦了 明天见明天见啊 拜拜 拜拜 感谢观看